美国为何欠债18万亿而不破产 美元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 美国为何欠债18万亿而不破产 美元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 美国拒债不破产的原因 那么美国为何没有破产 借得别人不敢让你破产 因此美元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 美国如何能够做到绑架全世界 因为它有巨大的武力 逼迫全世界不得不共同接受美国的借条美元 美元脱离金本位之后 没有人不知道美元已是不保值货币 而且2016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大家也已经知道美元按目前的趋势走下去 必将走向崩溃 而美元的债务不仅是由来已久 而且上前仍然在与日俱增 骗人只能一时 不可能如此长久 而且各国政府明知故犯 就不能说是欺骗 过去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对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必然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本质联系 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美国为何欠债18万亿而不破产 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当代经济运行有一条极重要的规律在起作用 这就是印钱消费规律 由于资本是以利润为生产的目标 没有利润就会停止生产 政府可以以债务人的身份为资本提供利润 以往有过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 或巨额债务使政府破产的经验教训 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愿意做债务的承担人 唯独美元例外 美国接受世界供养 得到无限的好处 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美国就当然地 大方的承担印钱为各国消费的任务 其实值就是印钱消费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美国巨额债务 过去因为对于美元的迷失不解 是人愿意长期供养美国人 所以美国没有破产 而且这个债务还会继续增长 只有等到越来越多人觉醒 了解到美国的印钱消费定律 并为人们所普遍的认识 美元的债务危机才会真正到来 因为只有到这个时候 各国政府才不需要美国印钱消费 才开始去美元化 进行金本位改革 金本位改革 依金本位货币的第一阶段改革的金元 由初期的无实际金元的发行 仅有标准单位实质对照汇率金额 如一Gold Dollar等于100USD等于60EUD 各国国际贸易的进行 完全无需要美元的持有 而是相对于金元的其他货币的多元持有 美元已经没有想象中的重要 甚至没有美金 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二 金本位货币的第二阶段改革的金元 当世界越来越繁荣 客观金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亚投行联合收进 存进等值的各国的非美元储备 此储备无上限 也无市场供需与炒作的问题 发行同价值的金元储备以替代美元 各国开始以金元为储备美元 不再有大量需求 人民对于货币的持有 可以是金元或是经过汇率转换的本国货币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不再受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操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